看看第一版的筆記 現在講到宋詞 你以前學的是唐詩 其實每一個朝代都會流行不同的文學體材 譬如唐詩是唐朝流行的 宋詞 其實宋詩是很喜歡玩的 宋詞和唐詩最主要的分別 唐詩主要是用來讀的 宋詞主要是用來唱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宋詞 要以一種音樂的角度去看 當然 講的音樂是他們宋朝的音樂 並不是我們現在知道的音樂 所以你會覺得困難 這些不要緊 首先我們看看詞的體制形式 你要知道宋詞主要分三類 哪三類 小令 中調 和長調 我們叫做小中長 這個小中長 怎麼分的呢 計算字數 就是整首詞很多個字 你就慢慢數 逐粒逐字地數 小令多少個字以內 58個字或以下 屬於小令 中調 要記一記 59至90 長調 91以上 主要是分這三種 好 現在看看後面 有一篇 白色金周 除了你要知道宋詞的字數 分了三種之外 你要知道的是 詞牌 不是一個詞的標題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看八星金周這四個字 它的內容不是說八星金周 這個是告訴你 它的詞牌是八星金周 即是它用八星金周這一個音樂 去唱這一首的音樂 可以嗎 另外 宋詞 多數是上片和下片 行不行 其實我們讀什麼 你說這麼多音樂的東西 我們讀什麼 都是要讀它的內容 因為它雖然是填詞 但是別人的意義 我們是要知道的 詞裡面的意義 它的感情 我們要知道 很多的東西都是有價值的 不是沒有價值 這樣就這樣唱就算 所以你要知道 上片和下片分 你不用擔心 因為它考得你送詞 上片和下片分得很明顯 然後你自己就想一下 看看這個詞牌是屬於什麼